周秀娜这天出席手表品牌活动 说起正位第一次演反派角色而努力做准备 娜姐最想要跟谁讨交一下呢 因为现在在拍一个网剧 然后就是比较 其实这次的角色比较复杂 背景也比较复杂 所以就变成 然后又是一个反派的角色 就第一次尝试 所以要做的功课比较多 可能像一些前辈就打听一下 指教一下 因为之前刚刚跟林峰 阿峰就拍完戏 然后我觉得他做的那个反派的角色 就是做的很出彩 所以如果之后会看到他的话 也可以就是跟他指教一下 自认是英雄电影 复出着联盟系列超级粉丝的大姐 因为新片子一票难求 还在网上涂苦水 对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追 所以就去年的时候 刚好在拍戏的时候 就已经跑去看了 然后就看完之后觉得 就是心很痒 因为很想知道解决之后会怎么样 就卡在那里 所以今年就等不及 但是没有想过那么爆 就是几乎都买不到票 我身边很多男生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电影 然后之前都几乎都是一个男生去看吧 然后当然女生也有 对 但女生都有男朋友陪 所以我就只能约一些单身的 那姐如此入迷超级英雄 要不要来挑一个角色来演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拍一个这样的系列 然后又差不多有十年这么久 我觉得如果能够就自己也能够 在香港可以拍一部这样的一个英雄系列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想去尝试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时候都是制作啊 还有就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个英雄嘛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片种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超红能力都不太一样 然后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Captain Marvel 所以好像他是无敌的 所以我觉得无敌太寂寞了 所以我不用那么无敌 我觉得黑寡妇挺好的 对 就因为我还蛮喜欢 希望很快能够成事吧 香港报道